哎 这不就涮个火锅吗 涮个肉 还要沾染啊 爷 您是不知道 这往年佳宴 倒了这道菜 别说涮肉了 这肉还没下锅 脑袋可就要掉了 那就不能换个菜啊 不行 这龙腾虎月 是佳宴的必备菜 要是少了这道菜 是要先掉脑袋了 啊 还让不让人火了 皇后娘娘驾到 秦总管 是谁不让火了 皇后娘娘 今儿怎么有空来了 大胆 叶了五号还不下跪 哎 免了 本宫今日就是来看看 这年后佳宴 筹备得如何了 老巫婆 这么早就想对菜品 动手脚了 启禀皇后娘娘 今年佳宴正在筹备中 只不过 往年的佳宴 菜系都有重复 今年御膳房 正在筹备新的菜系 哦 是何种新菜系 这 不像还讲给 娘娘和伙上 一个惊喜 好啊 本宫就等着你的惊喜 你啊 且放心大胆地去做 食材方面 本宫也会为你安排得妥妥到达 有什么需要 尽管说 好啊 你给的食材我敢用 奴才谢过娘娘 不过啊 这佳宴如有半点闪失 你可就小命不保 吓死奴才了 你这个狗奴才 知道怕了 不过 你可以把跟你对食的小莲 送给本皇子 我可以考虑跟你说个情 多谢二皇子美意 不过二皇子啊 若是我 将这次家宴筹备得顺利 说不定圣上 还要赏赐我个官座 那样 小莲跟着我 也算是大官夫人 你这个下贱的太监 痴人说梦 是不是痴人说梦 二皇子 看好戏吧 好啊 等你脑袋掉了 我一定让小莲 穿你的丧胡事件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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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